我们习惯一把过去的这次的全球化叫做全球化的三点 一个lobalization 3.0 它实际上是美国美元 然后可能中国日本德国包括俄罗斯 可能都在里头扮演各自的一个群色 那现在的话不管是地缘冲突 还包括一些国家之间的竞争 导致全球化这个结构 已经全部都断裂或者叫做破裂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可能全球进入到一种 这个地缘竞争更加激烈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联盟 形成一个竞争集团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感觉它有点像这个一战跟二战之间的 全球化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要做的可能就是要找到新的合作的一个领域 那不管是资源性国家的转型 生产性国家的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 包括消费性国家的这个 对它的这个滥发货币的这样一个约束等等 可能要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 但这个平衡比较难达到 而且我们预测的话 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会持续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 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跟不确定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